我们学校的Global China Center 全球中国研究中心的全球中国人文讲座 这个系列讲座今年是第二次举办 今天的沈教授的演讲算是第二场 在前天我们有第一次演讲 这是社科院进食所的抗战文献平台的 档案专家Evan Teller 他向我们介绍了在美国档案馆的一些情况 特别是现在新的地图还有声音 这类的新型的档案材料 然后我们的第三场演讲是 在美西根的Albin College的Joseph Ho教授 他会介绍在20世纪早期的 传教士的摄影和电影 然后3月24号 林孝婷博士 就是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 也是胡佛档案馆的东亚馆的馆藏主任 他会向我们介绍他的新书 《蒋经国的台湾时代》 这是一场中文的演讲 然后接下来在3月29号 杜克昆山大学的Zach Frickman教授 会介绍他的刚刚出版的新书 The Tormented Alliance American Servicemen and Occupation with China 关于40年代美军 驻华美军与中国人民的 比较复杂的关系 然后4月14号 应该是陈志华老师非常熟悉的 就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周涛默副教授 他会介绍他的书 这是大概两年前出版的 关于中国和印尼 还有印尼华侨在冷战中的复杂的历史 然后4月18号 是礼拜二的晚上 香港城市大学的魏石玉教授 他自己也是纪录片的导演 他会带来他的电影 他的纪录片《萧军六计》 我们都知道萧军和萧红 都是中国三四十年代非常著名的作家 萧军后来也去了延安 他和毛泽东也非常多的交往 这是魏石玉教授的一部新的纪录片 4月19号 香港大学的 Pete Milwood博士 他会带来他的新书 也是上个月刚刚出版的新书 《Improbable Diplomats》 关于中美建交过程 中美建交前后 关于乒乓球运动员 还有音乐家和科技人员 科学家 他们如何影响了中美关系 当然我们都知道 所谓的小球带动大球 当然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 是气球的问题 他们回到当年 乒乓球怎么带球国外交 然后到了4月24号 我们会有一场演讲是关于 华人在拉美移民的历史 以尼加拉瓜为例 最后的我们最后一场演讲是4月28号 韩国严氏大学的 江德罗尔教授 他会带来他也是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 《Agent with Subversion》 这本书专门讲的是 朝鲜战争期间 美国CIA的间谍 江丹林 他们的飞机就52年 抵飞入到东北 然后被打下来 然后他被判刑 被关了20年 直到1972年 尼克松访华的时候 才通过协议 提前让他释放回国 但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母亲已经病重 但是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 他是CIA的间谍 当然他自己也承认到CIA的间谍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 好 希望大家 我们这个系列演讲的消息 都会通过我们的网站 你可以搜索 Global China Center Hong Kong Universities and Technology 全球中国研究中心 或者通过Facebook 你可以跟踪 我们会不断地更新 这些演讲的消息 接下来我再介绍 我们的沈志华教授 当然沈志华教授 是不需要我们介绍的 他应该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他是在各个领域 关于冷战 还有中苏关系 苏联历史 都是顶级的专家 全世界范围都是最接触的专家 他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教授 也是华东师范大学 学术委员会主任 资深教授 美国威尔逊中心资深研究员 也是太和智库的高级研究员 他研究的领域 当然是冷战国际史 苏联史中苏关系 中朝关系 他是真的是著作 著作等身 但是呢 现在我只挑出其中几本书来 简单的介绍一下 实际上沈教授和我们科技大学 非常深的渊源 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科大的同事 吕中立教授 他主持了一个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系列 所以当初沈教授在这里就有一系列的演讲 这些演讲现在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搜索到 应该现在影响最大的学术演讲 很多的年轻人都说 我当初就是因为看了沈教授他们的演讲 所以对学习当代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两年前沈教授曾经参加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二讲 他讲的是建国前后中共与美苏关系的变化 他也曾经担任我介绍我的书的讲座的评论人 这是两年前 然后接下来我再讲一下沈教授的一些专注 其中非常影响大的是苏联专家在中国 我这本书也出了三场的本 第一版是2015年的再版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他的影响最大的书之一 但对我个人来说影响是最大的 因为我自己研究朝鲜战争的后半段 但沈教授主要是讲他的起源 他也研究了他的朝鲜停战谈判 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但这本书的英文版2012年 也是像Routledge出版 2011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英文专注 关于中共的 诺尔民国和中共的一边倒政策 2013年冷战五书 冷战在亚洲冷战的起源 这一系列的书 2013年出版 这一年还出版了另外好几本重要的书 是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 1945到1949和另外一本专注于1956到1957 出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然后前几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 沈教授的最后的天朝 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 这本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且英文版通过 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当然沈教授也编了一系列的书 其中这一本中苏关系史纲 我们今天在课堂上还会继续的使用 特别是沈教授2010年在香港科技大学 曾经教过两门课 其中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教史 今天我还在继续讲这门课 大概是每两年会开一次这门课 还有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苏联问题专题研究 这是他编的三卷本 当然档案集 沈教授也出了一系列的这本 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们研究朝鲜人员最基本的 最重要的一个档案集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的解密文件 这是上中下三册 极其重要的系列的档案 大概主持编译出版了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还有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特别是关于中苏关系 当然今天我们就会来听 沈教授介绍他的最新的书 《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但这本书是半个月的刚刚出版 上次是在香港的开明书局出版 但是在国内的当当和京东 上面都可以订购 所以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这本书 好 接下来 时间交给沈教授 请大家欢迎 谢谢 我退出 谢谢长城的邀请和介绍 纠正一句 我现在已经不是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了 因为刚刚换了戒 我想先讲一句 我为什么会写这本书 因为历史学家 其实他都有现实关怀的 就是2017年中美贸易战 然后到28年形势急转之下 所以我考虑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研究美苏冷战起源的时候 过去很少设计经济问题 很少设计经济因素 是不是应该从这个角度再看一看 这个是我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起因 但是看了大量的材料以后 我确实感到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过去对于美苏冷战 为什么会发生冷战起源的问题 已经有几十年的讨论了 在国际学界 但那个时候呢 讨论大体上都是在这个国际政治的范畴内 比如这个安全问题啊 地缘政治的问题啊 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等等 从这个经济角度 经济关系 经济制度这方面 讨论的不是很多 有一些但是不多 那么这个就 就引起了我的一个学术兴趣 看了大量的材料 主要是 因为九十年代以后 和那个这个二十一世纪这段时间 那个俄国档案解密的那个量非常大 特别是涉及到经济 到二零一零年以后 这个有关经济方面的那个档案集也是大量的出版 所以这些就为我们的研究呢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文献源 史料来源 就使得这种研究有可能深入下去 那么这个时间比较短 因为这本书呢 我是从1944年 43年吧 44年一直写到1947年 就是讲这个美苏原来是 是怎么合作 但是后来为什么分手 讲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 当然我是从 重点是讲这个 这个从经济角度讲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进行当中 美国领导人包括斯大林 就其实各国大国领袖吧 他们都在考虑战后的社会 发展和这个国际秩序问题 就怎么能够 让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不再陷入这个战争的逆着 而是一种 能够和平发展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不能再打仗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都在20世纪上半夜 给人类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嘛 那么他们基本的设计呢 其实归纳起来是两点 一个就是建立一个 这个安全体制 或者国际政治情绪 这个呢就是联合国 就当时四四年召开 这个关于讨论联合国的 那个就顿巴顿相署员会议 后来一直到旧军安会议 就把这个国际政治组织 安全组织就建立起来了 虽然有一些矛盾 但是还是正常的运行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保证了这个二战以后 这个国际纠纷呢 大体上 特别是大国之间的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在这个机制当中解决 没有发生世界大战 那同时呢 其实 这个四四年还召开了一个会议 就布雷顿森林会议 布雷顿森林会议 他是想建立一个 经济 国际经济组织 当时设想的嘛 一个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第二世界银行 第三个是这个国际贸易组织 当然没有把这三个问题 放在一起讨论 是因为贸易问题和关税问题 跟那个货币问题和贷款问题呢 如果放在一起讨论呢 讲不清楚 因为一战以后 其实他们国际大国领袖 什么金融家经济学家 试图做过 就伦敦会议 但是发现 如果把这问题搞到一起不行 所以实际上 1944年讨论的只是 货币基金组织 和这个世界银行的问题 后来到了47年 才讨论 这个国际贸易组织的问题 就是后来的那个 关税总同盟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就没有搞下去 实际上到最后 战后的这个 国际一体化的 经济一体化的这种 经济组织没有建立起来 没有建立起来 就是因为苏联没有参加 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没有参加 后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就脱离了这个 国际经济的这种系统和轨道 所以我在考虑 这个 因为以前讨论的时候 你说意识形态 安全问题 地缘政治 是不是造成冷战的 根本的原因呢 当然是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十月革命以后 出现了一个就是 对现有国际秩序 就对资本主义制度 挑战的这么一个国家 这么一个政权 那么它的目的呢 就要推翻这个 资本主义制度 现有的 就是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 那么它要搞世界革命 搞世界革命 必然有地缘政治的冲突 世界革命就不断的解放 一个国家一个解放 它就会发生这个问题 地缘政治冲突的问题 那同时 你既然要消灭 这个资本主义 你要推翻一个政权 那当然 安全问题就随之而来 但是实际我们考察 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你又会发现 这个以共产国际为代表的 这个就是世界革命 其实到斯大林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符号了 一个口号 就列宁的时候 他确实是要借助共产国际 然后发动世界革命 特别是东方革命 然后来向全世界推广 这个社会主义的制度 但是到了斯大林的时候 他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以后呢 其实他这个内核就发生了变化了 内核就是共产国际 其实他成了苏联的一个外交工具 符号还在 口号还在 但是他这个内容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 内核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那么进一步发展 到了这个二战的时候呢 实际上 他进入了这个资本主义体系就跟美国的全面合作 以至于到这个1943年时候的宣布解散了共产国际 解散共产国际究竟是一种策略的考虑还是一个战略的这个选择 现在这个学界有争议 我个人觉得判断它是一个战略的选择 因为一个策略 一般我们讲策略吧 它都是战时性的 短时期的 如果他要是相当长的时间内来实行一种这个方针的话 那实际上这是一种战略方针 所以实际上宣布解散共产国际和后来这个苏联在在他所占领的地区 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都说明苏联他战后本来的设计的这个战略目标是跟美国合作 就等于是大国合作 而不是大国对抗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一个思路 那么这就出了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究竟这个 两个问题啊 一个究竟这个他还有没有就是苏联还有没有想要推翻资文主义制度的这个目标 那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的基本考虑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个目标可能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 并不在斯大林的设计之内 因为他在他所设计的是要跟美国合作 要跟美国合作呢 第一 他参加了这个 就是就是安全上的 政治方面的这个国际组织 就是联合国 当然联合国 美国也接受了他的条件了 就是一票否决 你否则的话 他就不愿意参加 那么经济上的他就有两面性了 就一方面他这个经济实力非常弱 跟美国没法比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怎么比 那么他也需要美国的帮助援助 通过贷款的方式啊等等 那么还有一个呢 另一方面呢 他又觉得就是自己的这个创造的这个社会主义模式 我们就后来叫斯大林模式也好 其实就一个 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模式 没有别的 就是斯大林的模式 后来东欧学的也是这个 中国学的也是这个 甚至古巴越南朝鲜都这一套 所以我们所说的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 不是理论上的 现实中的其实就是斯大林 这个三十年代创造的这个模式 那这个模式呢 他在三十年代的时候 的确显示出来了他的优越性 为什么呢 因为正在他成长 这个发展的时候 西方是大萧条 他就比出来了 另外这种模式呢 他他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集中精力 集中资源 办国家想办的事情 实际上它是一种战时经济体制 就像1917年到1918年 19年 苏联搞的那个战时共产主义 性质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子这种体制呢 正好他生存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这个战争的环境 国际局势紧张的环境当中 就特别能够显示出这种制度的优越性 所以斯大林的所有的自信 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崇拜 其实都是从这产生 就是他觉得 我这制度很好啊 比你们那个强啊 我为什么要放弃呢 所以他就存在这样一种矛盾 就是两个方面 他既需要美国帮助 又跟他合作 但是又觉得 是不是 最后我还是 我们这个制度还是最好的 这个实际上是构成了 就是他最后没有参加 布勒顿森林体系 就是国际经济组的一个最 就内在的原因 那么现在就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为什么非要 苏联要加入这个国际经济体系呢 如果 如果美国人认为 社会主义制度跟资本主义制度 根本就是对立的 是你死我活的这种状态的话 他怎么可能在一个经济轨道 一个经济系统当中运行呢 这个呢 就要分析二战时期的美苏经济关系了 它的基本的背景 其实就是租界 所以我第一章写的就是租界 这个租界呢 现在 就是美国人 研究的很多 后来苏联人 不是苏联了 就俄罗斯人 学者也在研究 所以基本的情况呢 其实是必须清楚的 现在资料也很丰富 苏联呢 现在可以这样肯定的说 苏联通过租界呢 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过去俄国是否定这个 现在当然又否定了 但是学界 已经出的几本书 还是基本上是认可的 就是在军事上 在这个经济上 在科技 三个方面 帮助非常大 就 那我给你举一个 到1945年的数 苏联国民 预算收入的16.2% 是来自于租界物资 从这一点 你就能看到 他对苏联这个 这个经济的生存 和发展起了多大的作用 军事上 那就更明显 就是他的先进飞机 什么这些 包括雷达 等等 再就是科技上 有一个情况 大家听了 可能都觉得很惊讶 其实我看了一个材料 我也非常惊讶 就是 美国在二战时候 曾经给苏联提供了 核原料 就是 又二三五 七百多公斤 你想想 还有那个刀 就那个重水啊 也有一千一百 这个 科 还有很多 我都叫不上名字来 你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 美苏之间的合作 确实亲密无间的 所以 美国对苏联的租界援助 跟其他任何国家 都不一样 就其他国家 都是有条件的 美国对苏联 是无条件的援助 无条件援助 就是 第一 他也不需要你这个 逆向租界 包括对英国 对法国 对所有国家 都有逆向租界 就是 就是美国军队到了你这儿 所有的费用 有你出 这个算一笔钱 这个就算逆向 然后 两个一相加相减 就是你实际上欠我多少钱 但是对苏联 没有 还有 其他国家 所有国家 他要要什么物资 当然美国都是可以提供的 没问题 战后 你用坏了就算了 但是战后呢 咱们再算账 唯独对苏联 不需要提任何条件 你 用罗斯福的话说 就是苏联要什么就给什么 要多少就给多少 尽量满他的要求 当然这个 他是从这个军事角度考虑了 因为斯大林如果要是在欧洲战场上 斯大林失败 整个这个战争就 就失败了 所以必须保证 既不能让苏联失败 又不能让苏联投降 也不能让他够和 所以就是采用了无条件 就这些啊 就是过去都有 都有比较比较深厚的研究 当然我觉得我更看重了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租界 它导致了美苏经济关系 发生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变化 和互相的渗透 什么意思呢 就原来苏联是一个 孤岛 它跟世界经济交往很少 大概也就占世界总贸易额 百分之一点几 百分之二 不到百分之二吧 跟美国的就 也是大概这个数字 但是 通过租界 到1945年的时候 就是美国在苏联的 苏联在美国的贸易额当中 已经占到百分之二十几 二十六 二十七 这就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了 就是二战 美苏经济关系发展 导致苏联进入了世界经济的这个 这个系统 它的外贸发展得很快 另一方面 美国呢 美国当然它是个自由经济 这个市场经济啊 不像苏联搞什么计划经济 但是这么大单 因为美国它是按照各国要求来安排生产 虽然厂家都是私人的 大部分都是私人的 但是从国家的计划的角度 它必须要安排这些生产 按一定的时间交货 所以无意之中 其实美国呢 也在吸收计划经济的元素 这就是罗斯福讲的一句话 我觉得很重要 他说 这个在二战期间啊 美国正在走向社会主义 而苏联正在走向资本主义 第一个就是美国要建立 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个基本逻辑 你否则的话 它没有可能 所以建立这样一个 就是双方就是两种本来完全对立的这个制度 在一个经济系统当中运行 它当然要遵守同样的规则 所以就引到下一个问题了 就是布伦敦森林体系 其实 这个美国设计的这个 它第一个对象啊 它要替代的是英国 就是美元主导这个世界经济 要替代这个英镑主导世界经济 但是他们两个国家很很快就 就就谈好了 你像那怀特是很年轻的一个经济学家 那凯恩斯就不一样了 那已经早就成名了 但是他们俩的方案差距很大 但是一谈没办法 因为英国它实力已经衰落了 英镑已经不行了 那只能遵守这个美国的 按照美国这个条件 遵守美国的要求 制定的这个 基本的这些原则 什么条款呀等等 那第二个比较大的问题呢 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 怎么能够进入 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国家 它跟这个美国设计的这一套呢 最大的 那关税它是自己定的 汇率它是自己定的 贸易它是国家垄断的 它怎么能进入世界市场呢 所以这不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吗 1944年 他们在布林顿森林开会的时候谈的 主要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要解决这些矛盾 后来基本上解决了 就是 主要是美国做了巨大的让步 首先是货币基金组织 因为参加货币基金组织呢 对于这个世界 就是 那个 国际结账啊 什么这些 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苏联呢 他们 开始考虑 我们战后已经是个政治大国了 那 在经济上也要发挥作用 虽然他们 这个从基本上的认知 认为 就美国设置这一套 它是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 我们这没危机 不是很 完全需要 也不是特别需要这个东西 但是 苏联要在这个世界经济当中 要发生 要产生影响 你不参加这国际经济组织 怎么产生影响呢 所以 他们参加 另外再进进 还是实际的好处 那么要影响这个 他就必须要提高他的 这个 叫份额 其实就像资本金那个意思 美国就对苏联做了重大的账务 就原来 美国 财政部有个计算公式 就美国国家 比如他设计这个 一百亿 那你美国国家谁 交多少钱 谁占多少比例 他是根据什么 国民生产总值啊 进出国贸易额啊 世界 什么 什么 等等吧 一共大概十来项 一算完 苏联啊 大概是占的 百分之几啊 反正是 倒数第几个 一二三吧 当然也是因为苏联很多数字保密 他们都是估算的 后来罗斯福讲这个不行 你重算 你不管你怎么算 你得把这个苏联要算到世界第三位 就是美国第一 英国第二 苏联一定要第三 所以财政部 还有中国要第四 为什么 四大警察吗 这政治上 他们地位已经确立了 战后 四大警察 那法国是后来加进来的 开始没有他 所以经济上也要 这前四位 后边你们就按你们的公式算 怎么算怎么算了 最后 他们就算出来 算出来 就是给这个苏联第三 但苏联还不干 因为美国是26亿 27亿 这个英国是13亿多 苏联给了个8亿 他说 我第三可以 但是我跟英国不能差太远 就提出10亿 后来又提出12亿 最后美国都统一了 行就12亿 跟英国差一个亿 就是他的 他的发言权啊 就就就就就提升了 另外为了解决 因为统一 这个汇率的问题 给他一个过渡期 五年 实际上后来执行起来 20年30年都有 因为每个国家都 都不光是苏联 还有很多国家 这个暂时实行的 暂时体制 国家控制 汇率啊 什么什么 就给你个过渡期 包括还有很多问题了 黄金的问题等等 反正书里写的比较细 大家可以看 就是美国的目的 就是要把苏联 拉紧这个体系 所以苏联最后一看 这么优惠的条件 他就加入了 然后跟着就是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呢 也是美国也是 做了很大的让步 因为按照规定 是常识吧 就是你世界 这个货币基金组织当中 你的这个份额是多少 在世界银行当中 也应该是多少 那么你也就是说 在世界银行当中 你也应该是12个亿 但是这个呢 苏联就算 说这个没有太大的力 因为贷款吧 它不是根据你的资本金 但是资本金呢 它是个保底的担保的 就所以资本金交多了 有风险 而且占用苏联的资金 他说我们没那么多钱 我们最多9亿 一直谈到最后一天 第二天就散会了 苏联还是坚持 这个9个亿 那跟美国总体设计 他就缺3个亿啊 对吧 那这会就没有结果了 那世界银行就成立不了了 所以最后没办法 美国把所有股东叫到一块 说这样 苏联这三个亿呢 咱们大家分担了 我美国出一半 其他大家看谁帮着认可 最后是个什么加拿大呀 什么什么 包括中国 中国还出了5000万 就把这窟窟给顶上了 当然到最后 就是酒会的 酒会就开酒会 喝完酒 大家就散会了 酒会前两个小时 莫斯科来电话 说同意 这个 再补3个亿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呢 就说明美国呢 他是特别希望苏联加入 苏联呢 当时也签了字 也同意了 但是为什么 后来到 他因为他规定 他那个参加会议 基本都是财政部长 财政部长参加嘛 他还不能算 这个 就是从法律上 在特别在西方 他得经过那个议会批准嘛 所以说大家回去 都请各国议会去批准 最后到什么时候呢 到总金额达到65%的时候 这个就可以成立了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市集银行就可以成立了 后来战争结束以后 他们规定了一个时间 就是1945年底 12月31号 到27号的时候 其他的国家都成立了 不是这个 大部分 都批准了 国会都批准了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达到 65% 因为美国 英国 一同意 基本上 这个就 顶了 再加上拉美那些国家 其他一种 达到这个数 苏联呢 27号 至少到27号的时候 我看苏联 财政部的报告 财政部 外交部 外贸部 和苏联国家银行 四个部委 给莫洛托夫 写的报告 都是同意 说没有问题 也没有什么风险 他们都分析了 会不会影响 苏联的 这个 自己的经济 制度啊 什么 包括黄金的问题 黄金最后 美国也答应苏联 其实苏联 较大的黄金 根本不用出莫斯科 他原来是 就是要都交到纽约去吧 后来苏联提了个要求 咱们分散一下 安全 得莫斯科是个保存地 所以他的黄金 也不用出国 就没什么风险 莫洛托夫就同意了 但是 第二天 突然外交部 又提出一个 说不行 就不要着急着 要参加 要再看一看 再等一等 什么原因 档案里都没有 但我分析啊 我估计 一定是斯大林不同意 因为莫洛托夫同意了 他们才会 出这些报告 这个苏联的体制啊 他就是这样 他也得先摸摸 领导的意思 就你 你想让我 过 还是不想让我过 想同意还是不想 我想莫洛托夫是愿意的 就我们看这个 就看这个苏联档案啊 所有的报告 都是莫洛托夫批的 就斯大林吧 挺有意思 斯大林对这个 安全机制啊 特别重视 就是从项目园 这个会议 你可以看 所有文件都是斯大林批的 但是经济问题呢 就布洛顿森林会议的 所有文件都是莫洛托夫批的 但是最后他得找斯大林 因为这是个大事嘛 要参加还是不参加 所以我判断是斯大林 犹豫了 那么他就答应 美国 如果答应美国 美国呢 还是没有放弃这个 希望 呃 就说这样 三月份开董事会 三月份 就四六年 三月份开董事会呢 你你们作为董事 呃 不是作为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观察员 你还因为还不是董事吗 来参加这个会 那么三月份开完了呢 美国又给了苏联 一年的展期 就你只要在一年之内 参加进来 你还是 原创国 就是创始国 你还享受最优惠的 最优惠的待遇 但是到四六年底 所有的希望都没有 呃 这个事情呢 是呃 什么原因导致的 就苏联不参加呢 呃 当然 从这个 思想认知上 他们有一种 觉得没有必要 就刚才我说的 他觉得我这制度 不是特别需要这个 呃 但是呢 从 国际关系的角度讲 参加进去呢 苏联也没什么坏处 呃 甚至 特别是参加这个事情 因为他连 连着了 那就是 勾连在一起的 你你不参加这个 你也参加不了世界银行 你参加不了世界银行 你得不到 这个低息贷款 所以苏联呢 也不是不想谈 就是犹犹豫豫豫 在这里头 啊 那么是什么 原因是苏联 由就是 从经济上讲啊 那刚才讲那个思想上 就意识形态上 从精神上讲 其实 苏联就是想得到 美国的贷款 就是战后的贷款 这个贷款呢 他又有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租借贷款 租借贷款呢 没谈成 这个这个详细的 反正书里都有 后来就转向这个商业贷款 就是银行贷款 呃 呃 长期贷款 那么 这个问题呢 苏联就把 美国 是不是能够 愿意给苏联贷款 作为 美国是不是有诚心 在经济上帮助我们 如果有这个诚心 我们就加入 这个体系 如果没有 我就不加入 所以这个矛盾 就转到贷款问题上 那么在贷款问题上呢 其实 我觉得 有很大的偶然性 就是 本来啊 这个罗斯福在世的时候 如果1945年 斯大林提出来这个 呃 商业贷款的问题 只要 罗斯福跟斯大林 说了话 呃 有个 呃 协议 甚至我口头的约定 啊 那 这个 这个压查会议以后 这就不是问题了 但是当时 为什么苏联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美国也没有张嘴 也没有张嘴问 啊 本来苏联是想提的 这里就涉及到 就是 因为租借借贷款的 更优惠 啊 利率更低 所以 斯大林原来是想 呃 如果能拿到 租借 以租借的方式 拿到这个大量的援助和贷款的话 他就不走这个银行的系统 因为银行系统 那会儿 百分之三 这才百分之零点几 最多一点几 啊 但是因为那个没谈拢 谈不成 嗯 没谈成 啊 结果实际也错过了 最倒霉的是 这个罗斯福死了 这个罗斯福一死 因为罗斯福是特别亲疏的 他是一个左翼的政治家 哎 那美国的政策 很多就开始发生变化 呃 这个右翼势力抬头 呃 那么这个贷款就越来越困难 啊 后来呢 导致了一个什么 导致 就原来他们是谈 是经济原因 啊 就是 就利率高利率低 这个 这个还款期的长还是短 呃 等等 就就这些技术问题 但是到了四六年 东欧问题冒出来了 就是东欧选举 苏联不让那个西方参加 不许这个 呃 不许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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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报道啊 等等 美国就很有意见 就想拿贷款这个事压苏联 就是用经济作为一个杠杆 来来求得外交上的一些这个 呃 要求得到满足 苏联也不干 那么这个事就僵住了 僵住以后到四六年 六七月份 美国没有耐心了 我们不给你贷款 所以贷款呢 到到四六年中旬的基本基本 呃中期呢 基本就就停止了 那么这个一停止 苏联也就不参加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呃 就是参加不参加一个国际经济组织的问题 因为在美国人看来 他很怀疑苏联最后的目的呢 是要搞单边主义 就是你不想再和美国合作了 你是要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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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自己单搞一套 要走另外一条路 就是你要跟我做切割 经济上的切割 就美国的判断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他也不清楚 呃 呃 而且 就是对苏联呃 呃 这个要宣布放弃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世界革命啊 等等这些 美国也在判断 呃 因为在东欧的问题上 呃 也反映出来就是苏联支持共产党 呃 虽然他 总体上是选举制 是搞的多党联合制 支持共产党 你又禁止西方去报道 去采访 啊 那更说明你心里有鬼 就所有这些怀疑呢 到四六年初的时候 因为斯大林的一个讲话 使美国 这个呃 国务院 首先是国务院 白宫改变了对美对苏联的看法 就是斯大林的 2月9号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演说 啊 其实现在看 因为美国看得非常严重 认为斯大林这个 因为斯大林的讲的是什么 就二战证明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是最优秀的 最优越的 最好的 啊 这个制度呢 最重要的就是发展重工业 发展军火工业 啊 那在目前的环境下 嗯 主要帝国主义存在 战争就不可避免 所以我们要准备打仗 我们还要坚持这制度 大体上意思是这个 那美国人一听呢就炸了锅了 啊 说二战刚结束啊 你你还准备打仗 你跟谁打仗啊 啊 你们的制度好的 我们的制度不好 这不是又回到十月革命 世界革命那个 那个 呃 问题上去了吗 啊 所以就 因为当时美国研究 俄国的人 不多 啊 就真的专家不多 所以就问凯南 凯南因为那会在使馆 他是一个学者型的 呃 外交干部 就问他 这就出了个凯南长电 所以凯南长电呢 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呢 他不是紧就这个布伦敦森林体系问题 也不是紧就这个呃 斯大林这个讲话 而是把他长期对苏联的 这个思考呢 写了一个八千字的报告 当然实际上后来考察 大概是五千四千 四千多字 五千字 那么他就认定 苏联呢 从历史上讲 就是个扩张的国家 啊 二战后 虽然 他 从这个地缘政治的讲 给他划定了势力范围 把东欧什么都都都都给他 但是他不满足 他还要扩张 啊 美国呢 就必须要遏制 大起上吧 就就出了这么一个 报告啊 那么就在美国的国务院 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反响 就大家都非常赞成 他这看法 就是对苏联 必须遏制 他要扩张了 你不能让他扩张 必须遏制 所以实际上 美国的苏联呢 正开始发生了变化 就是要 要要要 要采取强硬的 那个那个那个手段 来对待苏联 不能跟他合作 也没有办法跟他合作 这这就是凯南电报器的 这个这个其实呢 我现在仔细分析 这个斯大林那个 那个讲话吧 其实斯大林呢 他不是主要 不是跟这个美国人讲的 他是跟这个 国内人讲的 因为二战以后 国内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亲西方的倾向 要求自由啊 要求民主啊 要求改变制度啊 取消积极 农庄所有制啊 等等等等这些 就开始对自己的制度 产生怀疑了 特别是几百万 东欧军队回来以后 传播了 原来 对世界都封闭的 就觉得就自己 社会主义是天堂 其他人都在水深火热当中 那么出去一看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而且二战期间 美国的可口可乐 也到了苏联 什么美国电影也来了 美国杂志报纸都来了 这一下 这个这个信念 发生了变化 所以斯大林的讲话 其实跟他这个讲话 同时的什么穆勒托夫啊 什么卡格诺维奇啊 那些人都讲了 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还是要自信 我们要相信 我们制度是最好的 不能放松 对西方的警惕 什么 所以 你们想战后 过好日子 那还早呢 你勒紧裤腰带 现在还在 还要准备打仗 他是这个意思 他并没有说 真的要向西方 扩张啊 但是美国形成了 国务院形成这个看法以后 他就要影响舆论 通过影响舆论 影响国会 由国会立法 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情 就让美国国会认为 国务院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哪两件事呢 一个就是伊朗石油危机 第二个就是德国 这个赔偿问题的争议 因为时间关系吧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书里都有 这个伊朗的问题呢 过去 我觉得过去这个研究啊 可能有点偏差 把它作为一种地缘政治 就是 就是美国进入中东 跟苏联产生了地缘政治 其实不是 我们现在看所有的档案文件 现在几乎都都可以看到 就是 各种报告 就是伊朗的 那个想分裂或者自治啊 它有三个层面 就是一个是这个谁 这个皮血华里 就是伊朗民主党的那个领袖 他呢是想独立 但是阿萨拜疆 就是苏联阿萨拜疆的领导人 巴基罗夫呢 他是想把伊朗 这个阿萨拜疆并入苏联的阿萨拜疆 但是莫斯科的目标 这两个都不是 莫斯科的目标 是想拿这个伊朗的民族问题 和革命形势呢 作为一种要挟手段 逼迫伊朗政府在石油问题上 这核心问题 所以最后 当然这个过程很复杂 最后又炒到联合国呀等等 总而言之就是 当伊朗政府同意 苏联的这个联合石油公司的方案以后 苏联全部都放弃了 就眼睁睁看着伊朗政府 国家军 国家 这个正规军就把那个自治政府给消灭了 把革命就给扑灭了 所以他本质上不是把革命和分裂伊朗 作为目的 而是一种手段 这个就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本来美国跟英国都是支持苏联取得石油阻壤权的 但是因为苏联这个做法搞得太过分 结果反而惹恼了 既惹恼了伊朗人 把人家民族主义给删起来了 又惹恼了英国人和美国人 所以最后 这个事儿 虽然苏联退却了 也按时撤军了 这个 也签了这个协议 但是美国人的看法变了 认为 你还真的就是 有空你就钻 有缝隙你就钻 你就到处捣乱 这就是伊朗危机 那欧洲的一个对峙呢 其实就是德国的赔偿问题 其实总体来看 我是认为 其实赔偿问题呢 是导致了 这个 苏联跟美国在欧洲对撞的一个核心问题 他不是 就是一开始就要分裂这个德国 就苏联对德国的政策 我有个基本的判断 就苏联对德国的政策 和苏联对朝鲜的政策 是一个战后 就他把它作为一个中间地带 他中间地带 完了是苏联的安全带 然后才是 这个苏联各个共和国 他是这么一个层次 那么所以作为中间地带 其实开始苏联并不想分裂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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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苏联对东德的政策 和这个 对其他 就后来我们叫卫星国吧 政策是不一样的 他为什么一开始下那么大力气 从东德去搜取这个战略品 要求赔偿 就早晚你也不是我的 我把你搜刮进了 拉倒 亚尔塔 不是亚尔塔 波子弹会议之前 就美苏还没有商定 怎么赔偿 怎么个 这个方式 怎么比例 什么怎么弄 都没说好 苏联已经从东德 拿走了四百万吨的物资 已经十四 就是将近十四 十四点八亿吧 将近十五亿 美元 那美国人还能干吗 所以后来在赔偿问题上 双方一分裂 实在是谈不拢 最后 美国决定 不跟你玩了 搞什么统一赔偿 你干脆 你愿意从东德拿多少 你随便你拿 我们西德都不给了 但是苏联其实不愿意这样 因为苏联他 大概就是卢尔区的 那个 那个赔偿 在苏联看来是非常重要 那是德国的 这个工业最发达的地区 但是最后美国不跟你玩了 算了 而德国的 这个赔偿问题的分裂呢 最终又导致了 马歇尔计划的出台 那么这样到1947年的时候 情况就 就非常严重了 刚才我说了伊朗问题 还有这个近东的 就是托尔齐危机 托尔齐危机呢 确实有一些地缘政治的因素 因为他要这个黑海的 这个这个这个 通行嘛 保证黑海通行 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 苏联也退却了 那个希腊危机 根本跟苏联就没什么关系 这是英国人造的谣 说是都是苏联在背后捣鼓的 其实现在档案出来了 苏联没有 苏联是不愿意 参与这个危机的 但是架不住 这个丘吉尔这人特别能伤 这个 这个 铁说就弄了一招了 然后这个希腊问题也是这样 从英国退出希腊的时候 美国不进来也不行了 他不进来 这就是真空地带了 这样子 三大危机导致了 杜鲁门主义的出台 而德国的 这个 赔偿问题呢 导致了 马歇尔计划的出台 这样美国对苏联的这个冷战呢 他就 比较完整了 那苏联最 愚蠢的是什么呢 就是 一个他对形势的判断有误啊 这个就不讲 就该让步的时候不让步 当你想让步的时候 人家已经 不跟你玩了 不跟你谈了 就 1947年莫斯科会议 就是这么个结果 你看那个斯大林 最后跟马歇尔的谈话记录 斯大林真的是很诚恳 说我们可以再谈 他意思就是再谈 我们就会做让步 但那会儿 马歇尔都不想听了 他满脑子就是 怎么样拯救德国 拯救德国 然后拯救 然后拯救 这个西欧 回去就制定了马歇尔计划 飞机上就开始起草了 而美国呢 设想的就是 这个欧洲援助计划 绝不能给苏联 但是呢 我们不能说这话 因为我们要一旦说这个话 我们就 我们就 就要承担这个欧洲分裂的责任 这个话最后让苏联自己说 果不其然 这苏联就上当了 这就是大家看那个 巴黎会谈的那段 就讲的就是这个 就是苏联怎么就 掉这圈里头 那么最后我想讲一个 就是 就是苏联本来他自己不参加吧 但是东欧国家让不让参加 其实苏联非常犹豫 为什么呢 就是东欧这些国家吧 苏联啊 他原本就在冷战之前 他不是把他作为自己的卫星国 就不是作为一个阵营的 是一个中间地带 是个缓冲弹 所以呢 他对他的只有政治上的要求 外交上的要求 就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你要支持我 你要跟我走联合国投票啊 什么什么 反正就跟着我 但是经济上 苏联不想负担 都是穷哈哈的 你想想 除了一个 这个杰克斯洛伐克 工业比较发达 其他都很穷 罗马尼亚呀 特别是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这个穷的 叮当乱响的 苏联自己还要贷款的 哪有钱给你 所以经济上他不管 所以你看那个波勒的森林体系 苏联没有参加 但是南斯拉夫参加了 杰克斯洛伐克参加了 就是你们要钱找西方要去 那么到马歇尔计划的时候呢 苏联就很犹豫了 如果从经济上 这些国家要依赖西方 那不是将来政治上也不保险吗 那么也会跟着影响他的政治 何况那会儿还是联合政府 还不是共产党一党 这个专政 所以干脆算了 还是不让他们 就整个跟西方切断这种经济体系 这种经济联系 那么这样子实际上 当苏联决定拒绝马歇尔计划 后来又成立共产党情报局 共产党情报局其实就是一个阵营的政治组织 就那边当然就是北约啊 什么慢慢 他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从那个布鲁塞尔协定到北约 也是这个形成的这个过程啊 就形成了这种两个集团的政治对立 那么就两级就形成了 但在这里头 其实苏联 就本来把他想推 就是东欧在经济上是苏联的负担 他本来是想推给西方的 就政治上你跟着我 但是经济上我不管你 你跟着你们要贷款 你们找西方要去 找美国人要去 我还得找美国人要贷款呢 但是冷战一形成 这个这个阵营一形成 没办法 所有的包袱 他都得自己背上 这就是47年以后的事情 我大概研究了这个这个理由 因为一个小时 你想把他全讲 我讲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吧 是这样子 那最后想说一句什么呢 就是这个转折呀 就是根本问题 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社会主义制度的 搞这个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这样一个这种国家 和资本主义国家 能不能和平共处 其实二战后是有这个机会的 就是双方没有处理好 如果要说 就因为我们一般不再谈这个责任 就因为你讲了 你说谁的责任 这有点意识形态化 但是咱们就说 这个主动还是被动吧 就是这种政策的转变 谁先变 谁后变 那我现在观察呢 其实是美国先变 就美国先改变了 对苏联的政策 但这里我 不是意识形态 包括苏联自己的作为 误解等等 但终归是美国先改变了 苏联是非常被动的 那苏联的问题呢 就在于 在这个美苏交往当中 苏联没有把握好 这个谈判的 这个妥协的时机 因为凡是谈判 都是为了达成妥协嘛 要不然咱谈什么呢 关键就是妥协的时机 你把握的怎么样 苏联都是晚一步 他开始硬顶着 就不动 这个就不让步 等苏联发现这个事情 我们想让步的时候 完了 不论的森庭体系的 什么贷款的谈判了 赔偿的谈判了 还有在那个联合国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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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问题的讨论 都是这样 就你看那个谈判记录 你就会发现 这个苏联人们可能就是自信心太强 老觉得自己能占便宜 最后其实吃亏的还是都差 就美国挖了一个一个坑 这斯大林一个一个跟着帮你跳 所以 斯大林 这个苏联的应对啊 是有很大的问题 你本来就 我们打个比方吧 这个如果冷战是个发动机的话 那个按钮呢 是美国人 不是苏联人 但苏联的错误 他本来应该踩这个刹车 一脚踩油门了 光机 这个全掉进去了 这个呢 就是 我对这个 就是美苏冷战起源 我这本书的一个一个 一个基本的分析 一个基本观点 因为时间关系 把粗略的讲 这都有点超时了 对不起啊 长长 没有没有 非常好 对我们现在开始讨论 请大家 因为现在今天的人特别多 今天有600人 所以我们不太方便 用大家举手来发言的方法 请大家把自己的问题 通过打字的方法 打到这个下面的这个chat 对吧 你的这个聊天 打字在旁边 我们就可以读 我们现在首先 我挑选其中一个 跟刚才沈志华教授 刚刚提到的 社会主义国家 和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是 他们之间的冲突 是否 是一种必然的 刚才 沈教授讲 实际上 是有机会 可以和平共存的 这个叫马志迁的 听众问的问题是 他说您的文章中 他引用您的原文 就是您发表过的文章 从租借谈判到贷款之争 从凯南长电 到 秋吉尔铁木言说 到杜鲁门主义 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 每一步 几乎每一步都是美国 政策首先发生了变化 是美国主动改变了政策 而是相反 当然您说他苏联的应对 有一些问题 但是 我们假设一下 即使斯大林当初 采取了妥协 接受了美国的贷款 但是从长远的时候 或者比较长的时段 比如说 也许冷战可以推迟几年 会不会 还是必然会发生 或者说 苏联和美国的矛盾 还是不可避免 我明白 我觉得这个问题 提的非常好 其实这个东西 有点那个 就不是对历史研究 是对未来的预测 我其实是有看法的 书里虽然没写 我是什么个看法呢 他这样 从本源上讲 社会主义制度 跟资本主义制度 是水火不容的 是一个替代性的 因为马克思原来设想的 这个人类发展 它是个替代式的 就是奴隶社会替代 原始社会 封建社会替代奴隶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替代封建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替代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他一定要推翻 原来那一套东西 就所谓砸碎旧世界 砸烂旧世界 才能建立新世界 就理论上是这样的 开始苏联的 列宁的实践 也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 到实际的历史 发展过程当中 其实发生了变化 就开始我讲的这个 那么这种变化呢 最开始 从萨林讲 它是一个工具性的 策略性的 但这种策略 一旦长时间形成 它就会发生变化 比如我们设计 我们设想 如果苏联加入了 这个 不动的森林体系 那 它慢慢 它这个计划经济体制 就会发生变化 因为它要遵守 统一的汇率 统一的 这个关税 包括这个 价格 它通过这个 后来又参加世贸组织 通过这个 那么 那么苏联的经济制度 它就会潜移默化的 发生变化 这个呢 其实就是 合必共处的基础 那 冷战呢 后来形成冷战以后 它本质上的问题呢 是制度 优劣的 对比 就究竟是 你的制度好 还是我的制度好 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从四十年代 斯大林 斯大林那会儿的 他的信念是建立在 对历史的 那个观察 就是三十年代的 比较 赫鲁晓夫的 信心呢 是建立在对 现实的观察 因为五六年 苏联 人大卫星上天 核潜艇下水 美国都没有 他科技 军事方面 超过美国 所以那会儿 提出了要超英赶美 就是苏联说 我这个十年 十五年 我就超过美国了 那中国说 那我就超过英国了 金石绳说 我就超过日本了 就那会儿社会主义 国家对他的制度 优势很有信心 但实际上时间一长 发现不行 你这个没有内在的驱动力 没有创新能力 时间一拉长 就完蛋了 所以最后苏联的解体 是什么解体 是这个制度的破灭 制度的终结 中国因为搞了改革开放了 当然我们今天 不谈中国的事 反正就是你 这个社会主义 就是在实践当中 不能完全按照原来 那个理论 实际上也太不可能 按照那个理论去设计 但是在即使设计出来 现实的像斯坦林模式 这个你在一定的时期 是有优势的 但是如果你不思改革 不进行改变的话 不慢慢的 向这个世界经济潮流靠拢 就是经济异体化 这个 这个 这个融入这个 这个世界经济异体化 这个潮流的话 它势必被历史抛弃 所以说 我们现在 判断斯大林 就是当时 他究竟是 战略上的放弃呢 还是一种策略 我认为其实 在他 力所能及 就是眼见的这个 范围内 他可以考虑的 这个时间范围内 其实他开始就是要跟美国合作 后来冷战以后 他就是要跟美国对抗 因为不能合作 咱就对抗 何况我对我的制度还有信心 大概是 是这样子 所以 因为 如果归纳起来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历史的演变吧 导致 其实 一百多年了吧 从 从共产党宣言到现在 如果你们有 有没有发现 就是其实社会主义 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 能够生存下来 是因为他吸收了资本主义的因素 那么 资本主义国家 就是现在的资本主义 也不是当年 这个 马克思 写那个资本论 那个资本主义了吧 他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出了不同的情况 北欧的 北美的 甚至日本的 那你 他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 能够发展 而不是像 几十一百年前说的 垂死的 挣扎的 什么最后阶段 最高阶段 为什么没有发生呢 是因为他变了 他怎么变的呢 他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元素 不是吗 我有话 股份话 等等 那么这样子社会主义制度 跟资本主义制度 其实有一个 就是 共同的互相 融合的 那么一个 那种趋势 在理论里叫趋同论 这六十年代 就在研究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 从 一百七八十年了 这个共产主义 提出来到现在 它是有一个变化的 这个变化就是 和平共处的基础 好 回答 好 感谢 对 上线刚才讲 这个问题 涉及到 这社会主义制度 它的这个刚性的问题 所以说坎南他也讲到 他的那个 X article 讲 因为他是 缺乏刚性的 他要维持这个制度 所以说 如果苏联 他才加入了 这个 西方的经济体系 那他 他也许过了段时间 他就从 那里的角度看 他就不再是 不再是苏联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 这样一个担忧 是啊 那肯定要变的嘛 所以我 其实我觉得这个变吧 在 如果 如果这个 国际 经济秩序 能够在一个系统当中 存在 能够运转的话 其实双方都会发生变化 不光是社会主义国家 变化 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变化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因为 他没有发生过 因为后来还是冷战发生过 这个 我们看到的结局呢 其实是 一个制度战胜了一个制度 对 苏联不但没有变化 反而越来越僵化 我们看布里尼尼夫这18年 他是不是越来越僵化 他僵化到 他这个 自己都没有办法改变 就戈尔巴乔夫不是 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也不是不想改变 他没办法了 我那个15年去跟他 采访他的时候 我们谈了大概一个下午啊 其实我主要问的就这个问题 我说 哎 你 这个也搞改革开放 中国也搞 哎 我说 你怎么就失败了 中国就出了这个困境了 想了他说 哎呀 我没那个邓小平聪明 哎 我说那你觉得你傻在哪呢 哎呀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这个 这个中国的改革呀 他是先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上去 哎 然后大家都支持他的改革 他说 他说我们这个呢 就是有点 就是他讲 他 开始 就做 就还是上层设计 搞什么制度 协调改造 对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 这个最后 他也失败了 老百姓更烦的 当然 他那是最后一个 一次努力 但我觉得 他就是本事再大 到那个时候 跟巴乔 当然他有他的自身的 比如他的资历啊 他的这个政治手段啊 人脉啊 这个不行 要处理的问题很多 但是核心的问题 就是他这个经济没有办法改 已经僵化了 结论就是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他是 这种制度的形成呢 就要不断的改革 不断的变化 而适应这个整个生产力的发展 世界经济的这个发展 你要不然你就一定落后 最后就被历史淘汰 好 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 这个Anthony Young 他问的是关于 他提到 罗斯福的适事和杜鲁门的上任 是冷战的一个关键点 请问沈教授 就只是历史的偶然吗 还是说美苏战后 不论谁做领导人 都注定分裂呢 或者说 我想说的是 罗斯福当然也许说 杜鲁门上台是个偶然 或者说罗斯福上台是个偶然 像这么比较倾诉的一个 或者特别 对中国特别友善的 一定要把中国树立为四大警察之一 或者说 罗斯福才是一个偶然 如果其他的美国领导人 可能当初二战的策略 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但这是假设性的问题 说到这个偶然性和变然性吧 我觉得是这样 就他们个人的上台也好 去世也好 那当然就是偶然的 对吧 你说罗斯福要不犯这个心脏病 那再待几个月 真的是这情况就不一样 就我有个推论啊 就为什么 比如很具体的 就是如果当时 这个贷款那个批准了 这罗斯福很容易批 只要斯坦林提出这个要求 他一定会答应 如果批准了 他就不能成为 苏联不进入 布林顿森林体系的障碍 那么苏联进入了 布林顿森林体系以后 发生的变化 至少这个两种不同制度会在一个经济车轮当中去运作 去发展 布鲁门上台 当然也有偶然性 但是呢 就是战后美国的右翼势力抬头 它又是一种必然性 就不管美国是一个两党制的国家 你民主党四任总统也该换了 而且战争一结束 就因为美国对苏联的原则 最基本的问题是为了战争 为了军事胜利 再加上左翼政府的引导 就是民众忽略了在制度上跟苏联的差异 所以右翼上台政府以后 有点扩大这个因素 但同时也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苏联的言论也好 苏联的行为也好 你是不是鼓励了美国的右翼的言论或者政策呢 确实是这样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咱们就讲伊朗这事 伊朗这事就是美国国务院说服国会两党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这个事就是苏联自己做的 你至于的吗 你为了一个石油 你就采取这个要独立啊 要搞革命啊 要采取这种政治手段 他就以示压人 这个苏联这个外交啊 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软的欺负硬的怕 他觉得伊朗很软弱 这个吓唬吓唬就完了 就是那个谁啊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外交部长叫什么来着 就是一个副外长 想我就忘了他名字了 就是他到这个伊朗的时候 叫这个卡夫塔拉泽 就他到伊朗的时候 跟伊朗政府 把那个一个一个协议 桌上一扔 说这块北方这五个省 这个有几十万平方公里 都给我们六十年 伊朗政府说 咱们先谈谈是怎么回事啊 你这租金呢 还是怎么 不用谈 你先签了字再说 你看特别像 当年斯大林建那个宋子文的时候 四五年 谈这个中苏条约的时候 也是把那个 雅尔塔那个密约 看过这文件没有 就照这执行 哪有这样的 这个搞外交的呀 所以他就是欺负人 那么他这样 就持美国又 分析判断 那当然国会就通过 那一旦到 美国国会 通过那么 杜鲁门主义也出来了 马歇尔计划也批准了 这美国掉头就拿了 所以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研究冷战的时候 大家都有这共识说 这个美国跟苏联的决策 有个特别大的区别 就是苏联的决策 都是斯坦尼一拍脑袋 今天这样 明天说变就变 美国可不一样 美国从左翼转向右翼 他经过一个 很长的一个磨合 他要 博物院先同意 还得说服军方 又安全部门 又情报部门 等你白宫同意了 又得说服 这个国会 又众议院 又是参议院的 又是两党 等所有大家都形成一致的看法 反对苏联了 你再怎么退让 再怎么妥协 没用了 美国很 到这个时候 你说是偶然的还是必然 所以我说就是 很多偶然性凑在一起 它就是必然的 冷战就是这么发生的 对您讲到这里 我想 比如说马歇尔 马歇尔的例子 他应该也不算是左派 也不算是右派 而且他 他在担任国务卿之前 在中国调停 国共内战 调停整整一年 前几年 美国的外交杂志的主编 他新出了一本书 关于马歇尔 马歇尔史华这本书 他说 他的这个结论就是 他在中国的经验 所以他在用到了 马歇尔计划 在欧洲 所以他不能够和 这个共产党妥协 这个共产党妥协 但是跟他当时在中国的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他那个节目我觉得是有点牵强 但是马歇尔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不是很明显的一个政治家 他最后在莫斯科会议他也对斯大林撤离的失望 可能很大程度上说明您讲这个美国整个社会都对苏联都产生了很大的失望 其实是一个比较中立的政治家 马歇尔吧 其实我看那个材料吧 我觉得马歇尔这人吧 他其实挺实际的 就是他作为一个美国的国务卿 他其实不想跟苏联闹翻 这样对美国对苏联都不好 所以他去参加这个莫斯科会议的时候 当时的那个右翼的声音已经很强大了 很多人都觉得别去了 去了也没用 马歇尔是抱着一线希望 其实这已经是美国的耐心已经到了 去谈了两个月 你想想 这莫罗托夫就死活不撒口 就那个时候莫罗托夫一妥协 马歇尔立刻就找到了 那这个问题是可以和解 可以解决 只要赔股肠的问题一解决 他剩下好多问题 就是 什么什么两战区三战区啊 什么什么他都都会慢慢的去融合去 他就有一个机会 结果就是 最后 马歇尔一看真的是心凉 斯大林到斯大林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晚了 就你看4月15号斯大林跟马歇尔的谈话记录很长 马歇尔都没心听了 就赛林哭口婆心说什么 马歇尔觉得算了 已经没办法 所以到这个时候马歇尔也转上 就是他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就开始想怎么援助 我说当时之前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了 像那个克莱顿呢 去去去欧洲调查呀什么 再加上那个粮食的问题 这些东西凑在一起 最后就是他对莫拉脱夫这个谈判 一失败 最后就敲定了这个事 好我们时间刚好也到了 非常感谢陈老师 刚才还有听众问一个问题 他说什么时候他可以签 你有签书的活动 陈老师 签书 签书 这个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那个香港那个中华书局的他给我 说他给我发了个信 说那个想想出一批签字本 哎呀给我寄了一箱啊 那个匪业啊 一签业 我真的签签了我们两天啊 累得文道士 这个数呢可能出的就更 就是签字本可能出的就更晚了 会特别的数 好的 那我们继续关注 现在可以在当当和和京东上面可以预售 对吧 大家可以订购 好 应该是有人已经收到了 好像通过淘宝什么方法 也有人 我听有人说已经收到了 或者已经订购了 对啊 好 非常感谢陈志华教授 好 谢谢长城 我们期待收到拿到你的数 仔细的拜读 好 我们希望有机会再把你请回来 请到课大 好 感谢陈老师 感谢诸位的参加 感谢 再见 好 再见 我看看这些 recording stop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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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